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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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小铃铛 大家看完我们上星期六条片 指澳洲帮独大之后 5月24日的谷战 又立即有新面孔戴文高上陣 這位來自紐西蘭的27歲騎士 將一部助大澳紐的勢力 真是聞你怕未 馬威在上星期五的5月19日宣布 排位會向戴文高Michael D發給騎士牌照 有效期由5月22日到7月9日 即是說他在殺科前要走,真是挺有趣 不用問阿貴啦 因為蘇紹輝和波建士涉島被釘牌 加上馬雅突然5月中走人 一夜就沒有了三個外籍大師傅 臨時臨急馬威應該都不知道去哪裡找人 歐洲大馬貴又進行得如火如荼 在澳紐那邊比較容易找到不錯的騎士 所以戴文高作為雷亭救兵 都叫做比列馬斯多一個選擇 連先跟戴文高 他以澳洲的多利亞省作為賊騎基地 2012年12月在紐西蘭的斯德拉福展開賊騎生涯 至今贏過10場1級賽 以及有40場黑體賽冠軍 他爸爸Richard曾經是紐西蘭以前列列勒馬斯 戴文高在2015年轉戰米爾本 很快跟多位澳洲著名的倩版勒馬斯建立合作關係 包括馬漢雅及尤達榮 佩斯、佩欣、彼安希斯及占希斯 華麗納及莫朗尼 他們曾經贏過的澳洲頂級賽事 包括一級賽巧菲爾德杯 好,一起步時 18匹馬順利起步 出得快一點點,中當共治軍王 內蕩那邊豪宅就快一點 前面形勢不同了 暫時共治軍王出了多少 跟著他上來的馬另創新格 外蕩上來踏金行都很厲害 內蕩那邊還有激鬥士 前面踏金行出了 一邊壓住共治軍王 外蕩上來還有綠支援 前面踏金行綠支援很接近 他將後備包入的綠支援贏 古摩亞經典大賽 藍鑽石錦彪和維多利亞打比 這位雷霆救兵來香港前 剛剛禮拜六在澳洲萬富為馬長騎八隻馬 先是Snap贏得1200米的三級賽 然後在1200米的一級賽鼓活地飆 其實18倍的冷門預準雙號贏馬 順利起個馬撞痕色 大文高雖然是外籍大師傅 但他竟然可以做到113磅上陣 所以經常都獲得不同馬房的邀約拆騎 另外Michael也曾經在新加坡和澳門拆騎 以至至2023年5月16日為止 他累積的頭馬去到741場 勝出率有10% 連同大文高 目前在香港已經有5位的澳紐騎士 包括潘頓、布文、加里、艾道拿和大文高 媽米多媽真是有時間想